屏東太平派出所有個科信員警 在24號晚間跟同事一起執行 勤募跟民眾一度還發生衝突 好不然才把人給壓制了 沒有想到這個科信的警察 突然急性心肌梗塞 全身貪軟 倒地不起 好同事趕快將他給送醫急救 目前人還在昏迷當中 男子拿著球棒亂挥亂打 拒絕配合送醫治療 員警救護人員費了一番工夫 才順利將他制服 沒想到這時又出現狀況 圓警突然倒在警車旁 全身還越來越無力 眼看同事幾乎癱軟在地 意識模糊 圓警趕緊請救護人員 把他送往醫院救治 在勤募中倒下的圓警 就是他屏東離港分局 太平派出所的科信圓警 二十四號晚間七點多 執行強制送醫時 突然急性心肌梗塞 那今診斷是急性的心肌梗塞 目前仍然在施以這個心導管手術之後 還在加護病房治療當中 四十九歲科系員警 從僅二十八年工作認真負責 跟同事感情非常好 如今突然倒下還在昏迷當中 也讓同事十分擔心 希望他能脫離險境 早日康復 記得按讚評一評動報導